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我手上这一个储能充电站 就是B站的两位开源大佬的作品 两位App的名字我相信大家也猜得出来 就是小易哥哥和秋双秉然两位博主的开源作品 140W的储能充电模块 加这一个六串两并的21700的电池组 这个既然是开源的 我就去加力创把板子打出来 做成了这个成品 顺便测试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这种DIY的产品它的素质究竟怎么样 喜欢我视频的帖子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 没有订阅的把订阅点起来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一个DIY加测试的视频 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充电站的大概的一个制作过程 和我用的元器件的用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咱们刚刚贴好的一个模块 装上外壳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没有装外壳 给大家欣赏一下吧 这边就是我采购的元器件的清单 模块的话我们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键 还有两个电量 用这个库代科15号来试一下它的功率的情况 输出功率134瓦 140瓦的功率 这是库代科15号输出的情况 给这个充电站充电的功率 用的是安科的140瓦 输入功率是126瓦 咱们再用苹果140瓦来充电 输入功率是129瓦 这个是联想的140瓦 输入功率也是129瓦 用库代科的15号充电器 输入功率128瓦 用澳海的充电器127瓦 这个电池模组的制作过程 我们就不展示了 直接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电池保护板 这个上面我是全部用锡 全部在上面堆了一遍 还有这里就是为了过大电流 我是直接采用了堆锡的方式 两根主线 然后这旁边五根红颜色的是电压采集线 电池保护板的用料大概的说一下 这两个是阿迈斯的X60的连接器 两颗英飞零的大的MOS管 这两个MOS管价格不便宜 这一颗是赛威电子的1274的一个保护芯片 万代的3401开关管 六颗电流采样电阻 然后这里R2004的电流采样电阻 这一根是采集电芯温度的一个NTC热明电阻 从这一边直接绕出来 贴在这个地方的 这电芯内部 我用赖高温的绝缘胶带 全部都贴了一下 裂片点焊连接的 电芯我是用的松下的21700 一共用了12颗 单颗容量是4500毫安 六串两并的一个电磁组 这个是电磁组的另外一侧 颗体的螺丝 咱们全部都是采用的不锈钢的 模组装好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组是黑色的 然后这一组是白色加灰色的 内部的用料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来测试 这个储能模块 它的转换效率的情况 直接用这一个刚刚装好的这个模块 我们来进行测试 仪表的话 还是用智翔的仪表来测试 目前还有两个电 我把这个电全部给它放完 现在这个电我们已经把它全部放完了 五伏三安都无法启动了 五次的充方电 我们全部用这一个苹果的140瓦的充电器 来给它充电 咱们这一个充电站 第一次充电已经充满了 咱们这第一次充电充进去203.56瓦时 充电时间一小时55分钟 这个充电宝我们容量是54000毫安 一个小时55分钟就充满了 这其中充电的时候 我们用热像仪检测了一下充电时的温度 最高温度大概是在55度左右 这个温度控制的也很不错的 我们来第一次140瓦给它放电 第一次放电一共放出170.98瓦时 放电时间一小时19分钟 咱们这一次放电过程 放到中间的时候 我测了一下温度 这个最高的温度大概就是60多度 60多度的温度对于140瓦来说 确实温度不是很高 140瓦直接放到一小时10分钟 直接放着停了 然后我按了一下按键 还有余电 最后9分钟时间 是15瓦的功率把它放完的 咱们这个充电站第二次充电又已经充满了 这一次充具电量是201.97瓦时 充电时间一小时58分钟 咱们这一次还是用140瓦的功率来给它放电 咱们这个充电宝第二次放电又已经把它放完了 这一次放出电量172.59瓦时 放电时间一小时32分钟 这一次140瓦的功率 一共放了一小时15分钟 后面17分钟是用的5V3A15瓦的功率把它放干的 这个充电某第三次充电已完成 这一次充进去电量202.81瓦时 充电的时间是一小时56分钟 咱们这一次放电的话就给它100瓦的功率来给它放电 这个充电宝100瓦放电放完了 这一次放出电量173.41瓦时 放电时间一小时59分钟 这个100瓦放电的情况是一直放到一小时40分钟停了 然后我看还有余电 就用5V15瓦的功率放了19分钟 把这个电全部放干 这个充电宝第四次充电已经充满了 这一次充电充进去202.23瓦时 充电宝充满以后咱们搞忘了拔出来 最后一直都是0瓦的电量往里面输 就不影响我们这个充进去电量的数值 咱们这一次放电还是用100瓦的功率放电 这一次放出电量171.99瓦时 放电时间一小时55分钟 跟前面第三次放电是一样的效果 100瓦放电一小时40分钟 后面15分钟是5V3A的功率把它放完的 最后一次充电已经充满了 这一次充进电量200.29瓦时 充电时间一小时57分钟时间 这一次放电我们就是长时间的放电啊 5V3A的功率 这最后一次放电终于放完了 一共放出171.36瓦时 放电时间花了我11个小时21分钟 真的是漫长的放电过程啊 总共放出容量是34126毫安 我们是5V3A的功率放电 这个容量是54000毫安 它是3.7V的情况 跟5V的情况的话是有差距的 所有的品牌的标注1万毫安 实际是5000毫安 标注2万毫安 实际是1万多一点点毫安 都是这样的啊 这样五次的充放电循环 我们测试下来 得到它的实际的转换效率 平均下来是85% 这样一个转换效率高不高 好不好 有各位老铁们你们说了算 这个充电宝从5次充放电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转换效率确实不是需的 85%的实测转换效率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宝的文波情况 这个储能模块电已经放完了 我们就用这一个模块来进行测试文波 这个充电宝的好处就是 就可以直接把它取下来 两个充电宝的盖子我都卸下来了 内部的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测试文波还是用我们前面刚贴好的这一个模块 只要是搞电子DIY的 他都知道IP2366这颗芯片的文波 是非常难压制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模块 它能控制到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是5V 3A 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5.1毫浮 平均文波17.2毫浮左右 9V 3A 27W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52.7毫浮 平均文波27.4毫浮左右 12V 3A 36W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49.5毫浮 平均文波32.7毫浮左右 15V 3A 45W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55.6毫浮 平均文波在39毫浮左右 20V 3.25A 65W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72.4毫浮 平均文波50.4毫浮左右 20V 5A 100W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72.7毫浮 平均文波在51.9毫浮左右 28V 5A 140W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58.3毫浮 平均文波136.2毫浮左右 看来这个小艺哥哥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 在压制这个IP2366的文波 经常看咱们视频的老铁应该都知道 IP2366这一颗大功率的芯片 有很多产品使用 但是文波控制都不是很理想 这个的话 100多毫浮 没有超过国家标准的200毫浮 这个控制的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咱们这个储能电源的测试都做完了 估计你们要说 为什么不测试手机这么大的容量 5万4千毫安的容量 用来充手机 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还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大家看看这个模块这一边 这三个接口是用来充无人机航模电池的 也可以用来扩展使用 后续的话 咱们给大家推出几款扩展模块 来适配这一个电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IP2366这个芯片 它的手机兼容性只能说很一般 我们在跟某些方面正在磨合沟通中 希望能够推出一款兼容性超强的芯片 但愿可以成功啊 我本人也是一个DIY的爱好者 曾经是HiFi DIY论坛的谈友 以前做过一些音响方面的DIY 现在做这个电源 还是我一贯的风格 我不喜欢用那些普通的元器件 我要用国际大厂的一些好的元器件 价格的话肯定比普通的用料的要贵一些 好的元器件都是要花高价来购买的 大家都知道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喜欢我频道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 点点订阅 有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